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总的来说啊 这次比赛里面像IG Snake EDG 就这级队伍的表现是比较的抢眼的 对 毕竟他们是前三名嘛 对 而EDG的话尤其的初次啊 在这次比赛里面是未丢一局的 是的 甚至是很少有队伍能够上到他们的高地 对 就我看EDG的比赛最近真的都是碾压局 而Snake的话 刚才也看到了 在跟IG的一个三盘的敖战里面是2比1 简单的战胜了IG 对 我觉得除了说这三支队伍差一致到最后的决赛 就最后的决赛圈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在德杯刚刚打线下的这几天比赛里面 其实我们就身为圈里人嘛 总共有很多很多的群 很多朋友都在讨论 那其实大家之前从第一天开始打线下 基本上就是对这三支队伍觉得 这个训练状态啊 包括他们对新版本的适应保持的都不错 我觉得可能最让人意外的还是说Snake 所以Snake在这些比赛里面杀入到最后的决赛 特别刚刚佐悟也发了一个微博式 应该是他们舰队以来 第一次杀到这种官方赛式的决赛 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 又是一个挑战一定的一个机会 对 刚才老骂和佐悟熟吗 这个我不熟 但是我喜欢他 我也喜欢Snake 对 因为我们是属于和佐悟 就私下关系非常好的那种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直在调侃他 他自己也非常的紧张 确实就作为他从Snake舰队开始 把他带到了LPL当中 那一次又一次的 其实Snake我觉得他最大的就很多的观众 很多喜欢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很多次的官方赛事里面 扮演了一个悲情英雄的角色 对 什么BO10啊 对对对 打满然后淘汰 对 其实他们刚开始进入到LPL 那时候水晶啊包括优神 是的 一度我记得是打到了一个 LPL前三的一个位置 对 但是后来的话可能换人各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他们队伍 在最近两年状态一个不稳定 但是在这届得杯上面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进步就是不浪了 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打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整个队我磨合得比较好 特别稳 所以这次竞技决赛真的是想到那句老话 天道酬情啊 就一直在坚持的话 他们一定会有闪光的地方 而EDG就不用说了 刚才看到EDG登场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百感交集 哇那你别说EDG刚建队的时候那五个人 现在的话已经是 这真的是焕然一新了 对啊真的 就是所以说心里面的感觉会特别特别的 就最后聚光灯招在这个田野的身上 我突然发现 对对对我们两个人感觉应该一样 我们发现Mako原来是这支EDG最老的一个老将 是的 这我们依稀的还记得Mako在获得最佳新人奖的那一年 是一个什么样多么精彩的 很智能 但是刚才在台上我感觉他就是身上感觉更成熟了 我觉得这两个队有两个特别出色的领袖 一个是Snake的圣枪哥 我觉得在这届得杯上面是进步 是的 或者说他这个蜕变非常的棒 刚才那场比赛对吧 对 然后就是Mako 我觉得这两个人现在他们知道了 他们找到了当领袖的一个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两个战队是特别难得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英雄联盟来说 现在终于是做到一个相对较为平衡 有了队伍的领袖是AD 有了队伍的领袖是中单 就现在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站出来当一支队伍的领袖 对吧 我们看EDG的辅助Mako 我们看Snake的上单圣枪哥 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 只要你这个位置上表现足够的出色 你依然是可以在任何位置上carry队伍 对吧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 除了领袖之外 当然还要说其他所有的队员 有新人有老将 那么在这次比赛里面的表现 我们都看了出来 这种不管是应该训练量 还是他们俱乐部这种新人的培养体系 终于是慢慢的出现成效 对吧 就前几天我看我们朋友还在那个网吧 就是发现了 现在队员就是在青岛打完比赛 立马就去网吧训练 然后呢 筹备另外一天的比赛 都是非常的刻苦 对非常刻苦 就所以不论怎么说吧 他们之前的一些训练量啊 包括在比赛当中的一个状态的保持 其实这个和我们平时玩游戏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对 我们认识今天状态不好就不好了 对吧 刚刚其实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新人的问题 是的 其实你看Snake 锅锅跟蝴蝶 其实两位也算是准新人 当然上赛季其实有打过 那1D1的话 其实锐打LPL的时间也不长 虽然他在北美也待过 之前在1D1的时候也待过 包括他们的这个打野 打野 包括这个弧显的 iBoy两个小将 我觉得就是 其实现在最好的一个搭配 我突然发现是三个新人或者是 带两个老将 两个新人 其实一个队伍一定要有一些新人 这就会比较有活力 其实有新人的话 你的招气也好 你的这个训练的 这个有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队伍特别好的一个方面 对 而且新人和老将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什么是 老将会感受到新人给你的压力 然后你就会开始往前不断的走 对 都是老头的话 其实就很容易发生那种 比你强就行了 大家太熟了 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都是老将的话 会有弱性 但如果都是新人的话 他们又没有一个 就使劲的方向 不稳 他们不知道方向在哪 如果说有老将带新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两个队伍的成绩 就向我们证明了 其实现在的一个LPL的一个 队伍舰队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在走 对 当然了这个也不是说很多队伍 就是说什么没有按照这个模式走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毕竟比赛这么长时间了 才有队伍能够沉淀出这样的体系 对 你队伍首先你得有老 你队伍老你才有老将嘛 对不对 然后你在这个队伍里面 整个战队的文化 整个训练的文化 其实都需要老将去构筑 你构筑好了之后 然后新人再添进来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 其实有老将的话 你的队伍的风格会比较明确 对对对 然后有新人的话 你队伍的活力会比较够 对 其实这次我觉得前三的队伍 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吧 前三的队伍里面都是第一 各支战队有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战术风格 第二的话 新人和老将之间的磨合 也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临界点 是的 虽然说IG是输掉了 刚才的一个败者组决赛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 看到很多IG支持队伍 在来你LPL当中的一些闪光点 以及他们的一个方向 对对吧 那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问题是 选手在干嘛 应该整天的时间蛮久的 这边现场的话 我们看到观众的数量也是很多 哇这个最中心 我发现这个位置特别好 Mako只对你偏爱 而且咱们那个场馆 还是同学们都坐满了的 青岛这个天气平常比较寒冷 但是我们青岛同学的热情 确实非常的火热 这句话是小法交给你的吗 并不是 大家应该听出来 就是骚男的话 其实大家看他平时直播里面 是比较骚 然后比较自如 其实很简单 你坐到台上 就始终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所以调侃一下 反而会让他比较放松一点 对 其实我和娃娃海米勒 就是很早就认识了 不过跟两个解说前辈 同样在解说台上工作的话 还是第一次 这句话应该也是小法交给你的 这个不是 其实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把感受说出来 其实有玩 对 没事你就当作在你个人直播 然后突然扎了我们两个人一样 对 现在的话其实现场的观众 应该说等待那场 都在等 等了也很久 因为刚才Sneak的话是 刚打完一个BO3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ED的话也是上台 要把自己的设备 什么的调试一下 所以说双败赛制这个东西的出现 在很早之前是出现在这个 单人项目里面比较多 你知道吗 就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打魔兽 打星际啊什么的 他这种双败赛就出现的比较多 那圣者组冠军 除了有少打那么多场的优势之外 他其实还有天生的一个圣场的优势 那这一次我们的话 你圣者组冠军和敗者组冠军 是站在一个平等的状态下来进行的 对 所以对于Sneak来说 他们也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现在圣者组 感觉就是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可以在台下看完 敗者组决赛 可以看发现很多细节 对 就是他们能够看 因为像敗者组决赛和IG IG也是一支强队 对 那Sneak在和他们对垒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能用的招全用了 对吧 那所以EDG可能在下面 可以针对这些东西来做出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这个确实也是圣者组冠军 我觉得在我们的双卖赛制里面 为数不多的一个优势 对一个小优势 一个小优势 然后就是体能 其实最近的比赛 你发现强度 我发现最近比赛节奏什么 节奏快 其实节奏快 就相当于那种 把那种高强度的东西 压缩在短时间里面 其实选手我觉得应该会更累 最近的比赛 其实结束的时间都蛮迅速的 对对对 除了那天应该是京东的一场翻判 其他的比赛我感觉好像都是三四十分钟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选手的那种精神状态的要求 也很高 对对经常我们说什么 打个什么六十分钟的膀胱局 那是对膀胱要求高 你打得快的话 对这种选手的精神要求就很高 那他们这种高度集中 突然放松 高度集中突然放松 其实大家平时自己也可以去试一下 这种人会特别特别累 所以给他们一点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那两支队伍刚才米勒也说了 EDG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一个小分都没有试过 对全上二比零 对吧一个小分都没有试过 然后打出的比赛内容 我觉得是特别的华丽 就他们的比赛 不是说对方打的差 或者说打的失误多 然后他们一下子 是他们打的好 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 然后运营的风格 包括他们一个一直以来 他们这种对待比赛中严谨性 你看他们的包括买真眼 不共视野 他们的推进 他们的大龙团 我觉得打的是严丝可闻 没有任何的失误 这个是我认为 一定在这些比赛得杯 他们的战绩体现不出来了 他们的比赛内容 我觉得打的是真的特别好 那刚才我们看一场比赛 也说到说 Snake的视野布的也很好 所以真的视野这个东西 我觉得从S7 就是到后面这段时间 各支战队 应该说LPL的战队 有一个质的飞跃 对 就相对于之前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另外Snake呢 Snake的话 我觉得也是 一个说到视野 还有一个 就是我刚才也提到 圣枪哥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这次的得杯 如果说让我凭这个 最 就打到现在 打的决赛 就是最强的几个位置 圣枪跟这个S7一定是上野的人选 而一滴的话 他们中下打得非常的棒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圣枪哥跟S7的配合特别好 对 而且我们知道 圣枪哥和S7 这个可是Snake两大搞事不碍 但是在这次得杯里面 他们两个人的表现 依然凶狠 但是更加的稳健 而且S7在那个 就是一些团战 就是打野的细节上面 有很多的 就是更新鲜的处理 然后我会看很多的解说 就是看他的以前的回放 觉得非常的不错 这个人 是的 就毕竟我们都是 我是骚蓝还是S7 所以你们骚子妹的 颜色不一样 你们是骚那一辈的 对 好来看一下 这边是两边的战队 首先看到的是EDG 对 刚刚我们说到了EDG这次比赛 让我印象最深 就是他们双C妹 包括前野的一个稳定吧 他们的中下两路 依然是非常的可怕 说实话 你为什么中下两路可怕 为什么你把上野评给了Snake 毕竟EDG现在的上野 还算是在这个 上野还算比较新 就是我 他们的上野 我不是说他们发挥不好 就他们应该是被中下的光芒掩盖了 而且我真的很 就是我很佩服EDG这些俱乐部有异点 去年iBoy加入的时候 快速的适应了整个体系 包括到现在来看 EDG的上野加入也是快速的 就他们这支战队的下性太强了 就一直说EDG其实还一直以来 一直是国内可能里说最专业的一个局 是 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模式啊 包括他们新人 机队的一个培养 这个真的很厉害 非常非常强的 就拎出来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队伍 拿一个新人出来 可能前几场比赛会 会有点迷茫 表现得很起伏 就有那种啊 刚上来拒carry 对 然后打了大概11场以后就美了 慢慢就磨平了 慢慢就磨平了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EDG的状态 他们的新人的培养 包括iBoy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力的EDG了 包括你之前看很多战队的这个转会名单 很多队员都是从EDG转出来了 对 就是他们的感觉有点像这个黄埔军校的感觉了 是的 那说到Scar跟iBoy 这两个选手 在这次的得杯里面应该是大放一场式的 特别是iBoy的一个发挥吧 哎 我觉得真的 看了你眼 什么意思 就是目前来看啊 就是你说一切都是空谈 但是只要有成绩 作为一个底 我觉得怎么说都不过分 对吧 拿了冠军那就是本届比赛最强的一支队伍 所以说现在这样一个机会 同时摆在了EDG和Snake面前 对 谁来把握也跟所有人没有关系 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手头 所以这种决赛的比赛 真的对于选手来说很重要 包括刚才我们在外面还说到的一点 就刚好聊天聊到了一点就是 其实冠军是什么呢 如果你刚出道就拿冠军 你大概率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高竞技手术 冠军这种东西就是你拿过了 你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你知道那个冠军模式了 对 你知道那个模式了 你没拿过或者说你没拿过好的成绩 或者你一直在输 你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进步 好 这边介绍完EDG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刚刚从败者组打上来的Snake战队 Snake战队也是第一次晋级到我们的官方赛事的决赛之中 是的 相信他们对于冠军的渴望 应该是任何人都遇见不了的 而且 而且 高分 郭郭 葵 葵 对 而且Snake来说的话 他们也是那种什么 没有轻易去跟 就是动这种舰队的根基 对 他们都是一些微调 然后在微调的过程当中 去寻找最适合的一个状态 是的 那这一次终于 郭郭和蝴蝶其实他们算是半星人 算是半星人 算是半星人 上一季虽然有打过 但上一季的话 他们的首发位置并不稳定 对 那在这一届的LPL里面 他们应该是这一次Snake的一个主力了 是的 包括这支队伍真的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说 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 包括我们看到Snake战队的教练 真的是在Snake连败 以及各种巨大优势不胜的状态之下 承担了那么大的压力 那现在又带直视队伍杀到了德马恰杯 官方赛事的决赛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真正体育竞技 能够带个人热水沸腾感觉的那些点 极品上单 点开就送 我是扎扎灰 我是叫啥来着还有啥 我是严子敬 不对不对 三个人嘛 贪玩圣诚哥 苍芬 苍芬 苍芬应该是这些比赛里面发挥 还是很稳的一个大业 我觉得苍芬真的是很有意思 刚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为 哇 这个车友太强了 直到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赛区的大部分比赛 像里外这种 哎 这个地方好像 都是这种 无关乎这个选手怎么样 整体风气都是这样的 都是比老嫂的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Snake来说 他们的压力应该不大 就是老嫂芬不知道有没有打过这种比赛啊什么的 应该也玩过吧 玩过 就是你想你打上来 这个时候你的压力是特别小的 是 就是我们已经从敗友组生死杀出来了 但是呢 EDG是什么 EDG他们现在是没有输一场 对 那从心理状态上来说 我觉得EDG的压力 他们会更加想要去追求完胜 对 那Snake的话就是 我们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些状态就好了 包括Crystal 他在Snake里面最起码做了一年版的吗 他之前可能由于包括伤势啊 包括这个状态的问题 因为之前也是有另外一个AD选手OQ 对 然后他一个轮换 但是发现还是Crystal比较猛 Crystal包括还打过一段时间辅助嘛 就他主力AD的位置 其实最近还开始 我觉得他那时候打辅助的话 就挖一手露露 对 他挺骚的 他挺骚的 就是他玩辅助都能玩得那么骚 对 这边呢就是双方的阵容 那其实我觉得几个看点啊 很多观众都在说 如果IG能够打不到最终的决赛的话 那么JK Love和Apple Y 两位AD新人的冲撞将会非常有趣 这个是新人王的一个对决 对 但是呢Snake打上来之后 我要知道就是Crystal这个选手 我始终不会把他认为一个老将 因为他好像从来没有打过老将的打法 对 对吧 他一直都是那种很凶的 而Eyeboard的话也是一个打法很凶悍的AD选手 那从下路来说有的看 我觉得下路的话 可能Crystal跟蝴蝶的一个作战方式 应该是跟上次打上一盘打Edge一样 我觉得就是玩那种能够稳得住的 对 你看他们上一把就是一个维鲁斯一个塔 其实这两个点应该 但其实上一把我觉得 那是因为AD被搬的时代没有了 对也有这样原因 上一把AD已经被搬到七七八八了 但是对于Snake今天的下路 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是蛮大的 就是面对Eyeboard跟Mekko的一个组合 Stick的下路能不能稳住这个压力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能不能去世的一个最大的 而且我觉得就算有很多的就是观众 就是不认为EDG是就是最强的战队 但是他们的下路我觉得排在国内前三 没问题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Eyeboard加Mekko这个组合 真的是排在前三没什么问题 现在ED的中下两条线应该是国内应该是最顶尖的 对应该是最顶尖的 对应该是最顶尖的 最顶尖之一吧至少 最顶尖的之一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Snake战队的上演 他们也是最顶尖的之一 对 就是当老油子开始不油了以后 你会发现他们一旦开始打得稳定 那么他们整个的竞技水平将会完全的发挥出来 之前还有看过一个铁的就是说 什么UZI不在的时候 这个Eyeboard谁能吃他 就现在大家可能更加期待 像UZI像JKLAR5像Eyeboard 这三个在下路打一打 而且说实话上一场比赛里面 就是最后一场你看到没有特别有意思 最后一场我觉得 圣翔哥和The Shine的那个拦搏 我觉得圣翔哥这个时候 应该是打完过去拍拍The Shine 小伙子你就是两年前的我 两年前我还在用黄金上单 但是时代变了要沉得入气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上一场比赛 其实真的The Shine的对线能力绝对没得说 对 对吧 我们看到他拿蓝博一直在压着雪鬼在打 但是只要有一波失误 连续阵亡四次 这就是一个上野对于整个战局的掌握 这就是The Shine这个人 我看他对线真的是无可挑截 他对线他的细节 他的什么走位扭技能是完美的 是的 但你要是真的一旦针对他 搞他个两三四 真的真的心态疯了 是的 而且他在上路就是打的 我前几天看他比赛 他只要拿到一点优势的话 他会扩得非常的大 而且自己非常的骚 打一些骚的操作 就是这波打的上去看完之后 他的蓝博一直被这个黄自搞 而且他心里面特别着急 他就想叫瞎子过来一起搞雪鬼 然后又被反搞一手 然后就彻底崩了 就彻底崩了 他要是就是第一波月塔失误之后呢 来那么一波稳一手 说不定咱们那个机会还是会很小的 是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选手啊 就有点像我们 玩别的游戏那种五芒星六芒星 你这个行突出 那你肯定在别的地方 就要凹进去一点 这是一定 你想我兑现能力这么强 我肯定追求一位一把你打爆 是的 对吧 但是对于其他的来说 比如说我们上野配合好 或者我上路选到了一个 需要发育的 我就慢慢发育嘛 有机会再来打你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这边得到消息呢 现在是硬件 稍微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好 那意思是要进入一个休息吗 对 应该是要进入一个休息 好吧 就是我们刚才扯了半天 但是比赛现在依然没有开始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等我们前线工作人员 处理完硬件问题之后呢 比赛马上开始 这边的每个人都没有进去 那他们不让我进广告吗 就是可能是让我进去 才艺表演 那他们跟我说什么 才艺表演嘛 才艺表演 才艺表演 这个要看谁你知道吗 要看潇难 要看潇难 潇难一般 我并没有什么才艺 有 你才艺挺多的 我跟你说上次 上次潇难 上次潇难 就是我们在那个广州的时候 老潇拿那个什么 快板 不是快板 二胡 唢娜 你往西洋乐器响 西洋 大机型 没那么大 小一点 小机型 弹的 弹的 钢琴 吉他 比吉他再小一点 那叫什么莉莉 对 就是那个 来个莉莉 上次老嫂专门弹过一段 那嫂娜还是文艺青年 而且我本来就想让他稍微试一下 结果他给我弹了三分钟 哇 那没好 那有没有带过来啊 没有 就是平常不直播的时候 我们准备了 我们准备了 我们准备什么 没带过来我们准备啊 我们准备什么 直接买一个过来 你没有在直播里谈过吗 直播里谈过 给我的迷妹放一些迷妹福利 可以 不错不错 他老婆来了呀我记得 来了 那凉了 关键你这个 还有什么别的才艺没有 比如快板什么的 快板好 快板好吗 我喜欢看这个 没有 平常很少学才艺的 那这种尴尬的时段 你总不能让我撑过去吧 这个情况下 没有 其实我们三个就随便扯一扯吧 随便扯一扯吧 主要是什么 刚才感觉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你说分析到刚才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已经分析完了 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在分析的了 要么我们分析下玄学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MACO穿了哪双鞋 所以他的胜率比较高 类似这个 应该是足够吧 对 而且 这个我觉得我都修计够了 这键盘好傻啊 我们一般管这种叫跑马灯 跑马灯 其实现在就是所有的PC领域里面 这种叫什么RGB色彩跑马灯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主流的元素 很时尚 我也搞了一个 那你那个也是跑马灯的吧 没有 我是内存还是什么 搞了一个内存 啊 明白 Scout 今天跟郭郭的一个中东对接 其实这次等马下杯 我觉得两个这个我们的新的中单表现很好 一个是郭郭 一个是京东的那个牙膏 嗯 我对他们印象很深啊 郭郭跟牙膏是两名选手 我觉得他们的沙皇 特别这个英雄 我玩的特别的好 然后 所以之前有段时间就 我接受哪个牌房我忘了 就是说说到就是我对于韩元的一个看法 嗯 我觉得韩元大量涌入了那个赛季 其实让很多国内的新人没有了机会 上不来 对 现在有机会以后 你看有很多表现好 对 好 比赛终于开始了 蓝色方的ETG对阵红色方的Snake BO5的第一局 嗯 办两个上单 然后又办了一首皇子 还是比较怕Snake的一个上野联动的 是的 而Snake这边肯定是要办Scout的英雄啊 一个左一 左一加骂掌 这会儿又办什么 这个两边好像都没有 哦 终于开始办 沙皇还在 直接抢了 直接抢了 沙皇应该是现在放出来中单里面最bug的 嗯 所以先把沙皇拿了 而Scout的沙皇也是非常有把握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一个利斯塔的下路 对 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由于 就为什么比赛版本快啊 嗯 跟现在香炉的虚肉有很大的关系 对 现在辅助全都是一种带控硬干的 对 所以说整个打架打了就多 打了多了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能够快速的结束下走 卡丽卡加牛则如果拿下来的话 ED还能拿什么呢 可以啊 再拿嘛 ED机卡他们要不要抢ED 可以拿一手布隆加EZ 对 或者 反正EZ我觉得可以先 哦 先抢了打野的卡斯克 直接先帮Sofen拿了个螳螂 是的 因为其实在辅助位置上面有很多的选择嘛 可能他们这一套需要用Sofen 用卡斯克这样一个英雄来打 观察一下Haro这名打野 Haro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是非常喜欢用螳螂跟黄 哎 这是什么意思 这我没看错ID吧 iBoy也要来一手嘛 我觉得应该会换成EZ 但如果换成这个德莱文的话 他是要硬钢的 还是要换一队 还是要换一队 两边就是辅助都不拿 先把中单拿了 以防等一会儿在第二轮banlist上面 就是把你中单能用的全用完 但是瑞兹应该不太难 瑞兹我觉得可能要抢 因为他如果不抢的话 他下一轮拿不到好的中单了 现在能打沙皇的中单也没有了 之前有看过Rookie拿那个蛇女打 但是你配卡布克的话 然后还是拿了 这样的话 Snapper还是有节奏点 因为他们的中单 包括卡丽斯塔都可以去开车 然后包括瑞兹对于野区的一个保护 但是他如果在推线上面 打不过沙皇的话 在野区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而且就像刚才说的 上单 圣山哥这里其实是个carry点 圣山哥会counter 把他放在后面来做一个counter 这边还是半辅助了 两边其实都没有选辅助 Snaker里面最好的辅助还是牛头 牛头如果ED这边一半掉的话 还有什么能期待 那ED这里其实最好的神哥 我觉得还是布隆 包括Snaker也拿布隆 Snaker也可以拿布隆 半掉了上单的吸血鬼 吸血鬼 哇 圣山哥的吸血鬼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是的 这边Snaker看一下 是不是继续要所办对方的一个辅助 田野作为一个EDT的灵魂人物 他还是需要拿到一些开团型的辅助的 我觉得要 我觉得搬布隆抢牛头 搬布隆的话 我觉得EDT要把牛头办了 要把你 搬了 搬了塔姆 其实也可以 塔姆很厉害 对 塔姆是比较克制牛头这种开团型的辅助的 是的 那这抢牛头的意图已经比较明显了 EDT这里要么就搬那儿 要么就搬牛头 还有什么线上比较OP的 应该这两个英雄选一个搬 对 或者两个都放出来怎么样 如果Snaker拿牛头 EDT可以拿到那儿 反正两个应该是要搬一个 塔姆对我搬什么 搬那个蓝博 两个都放出来了 对 都放出来了 这个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EDT这里是 第一选就直接把提高给办了 如果说EDT拿到那儿的话 Snaker这边还真不好 counter 还真的就这么投铁吗 对 很明显的意图 然后很明显的执行了他 这就比较尴尬了 沙皇中单 北京应该会换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会的 比较稳的话就拿个什么 要么就大树 对吧 EDT也是比较喜欢拿这套体系的 哦 胜也可以 胜的话就是不怕纳尔 大树的话稍微有点点怕 其实让圣上哥这样的选择 拿到那儿的话 你线上如果选一个被压制的角色 嗯 还是不舒服的 太难受了 对 所以ED也放弃了之前 哎 哦 胜是辅助啊 忘了这么一茬了 因为他们还没有选辅助 因为这次得杯的话 胜出场辅助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但是就一开始我们还在考虑嘛 这辅助位可能会拿 只有一开始输到的布隆 对 但到最后的话 也没有拿布隆这个点 那就是 反正就是牛头 纳尔 你拿一个 我拿一个 这就给Snaker出难听了 对 我刚才说到就是 青钢椅已经被绊了 吸血鬼也被绊了 现在打纳尔的选择真的不多了 关键是圣还被拿了 只能拿个大树就放压了 这有点难受 就最后这一手 EDG的 就是圣加纳尔 选的挺好的 拿得非常好 因为如果你这个圣不拿的话 可能圣加纳尔会选圣 对 对吧 所以圣跟纳尔一起 而且圣配合卡兹克进场 什么的都很舒服 对 所以EDG最后这两选 我觉得选的是非常漂亮 对 但Snaker的最后一选大树 就显得有一点点无奈了 因为现在确实 青钢椅 吸血鬼 蓝薄全被绊了 而且说实话 从阵容的角度来说 EDG的阵容真的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整 EDG的这个阵容 他圣的前期会 保步能力比较强一点 而圣后期他又做不下这种装备 他只用保护前期 打出来他的那个魔踪 才可以放任EDG封管了 对 你像现在EDG的话 就是那种 你对线会极快速的成型 是 然后你让EDG一个人去 打任何一条路都可以 然后圣去隔一打 各种各样的游走支援 而且前期那个圣那个 W的保护是非常无敌的 对 来很多人抓他 他那个几乎都是全都隔打 是的 Snaker这阵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手偏短 双C wave 然后再加三个进阵 对 你们手偏短 但是对面又有NAR 又有沙皇 又有EDG 就完全被克制 现在Snaker的阵容 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端 一个是手偏短 一个是没有AOE 对 AOE比较少 就是瑞兹还能稍微打一点 但是面对推进的时候 瑞兹你不太敢拿AOE 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在 中期的防守会比较被动 但是不管怎么说 都是进入到决赛的队伍 想拿出这样的阵容 一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 EDG对阵Snaker的第一场比赛 好的 比赛已经开始 蓝的方的EDG 红的方的Snaker B5的第一局 第一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我们现场的同学也非常的热情 嗯 必须得热情 都决赛了 是的 再不热情明是没得热情的 决赛这个 决赛大家就对吧 灯光这么暗 也看不清你们脸 想怎么嗨怎么嗨呗 不过看这个阵容 螳螂想切的话 确实太难切了 全部有两个推 那儿能不能推出来 黄金能不能推出来 关键你切下去 还有个肾在旁边 对 就你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这一场如果Snaker想赢的话 就必须得杀前排 而且他杀前排的话 还得确保他能把前排 控住斩杀掉 但说实话 我觉得Snaker这个阵容 杀前排不快啊 Snaker这阵容唯一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的开团是非常的强 刚才我们说了像瑞兹 像这个下路两兄弟 包括大树 都有非常强的一个开团能力 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Snaker这个阵容 如果打到中后期的话 很有可能发现那种 开了团打不过的局 对 非常有可能 就他们的小技能 必须要打得非常完美 对 其实之前我记得有一场比赛 ED拿了一个跟Snaker 现在这个阵容 非常相似的一套 就他们是小技能 行进的非常完美 然后中后期是打赢了 所以就看Snaker这一盘 到底演绎 怎么演绎他们 这样一套阵容 这边骚凡是选择一个上开 上开的话 螳螂 骚凡还是比较喜欢拿到这种 能够去入棋 能够去搞事的这种打印 但是大树 夫妻打那儿太能够了 看起来 即时天赋 天赋 哈尔尔这边是直接带了一个强弓 强弓 猪妹会比较骚一点 他就A三下以后的伤害会高 他像是秒人猪妹 然后其他人的话都比较正常 这也是一个吃肉的猪妹 因为之前的话 也是比较多的猪妹 带着这个训练步伐 主要是训练步伐 现在比较通用 再加上猪妹 很多的打野 应该这样说 都是比较依赖攻速的 是的 然后黄泽这一层的天赋 是比较适合他 其实这个天赋 还有一点就是猪妹带那个 就是冰川增平 那个其实也不错 A到人会减速 然后直接把自己的被动A出来 对 就感觉和他本身的属性 也比较契合 对 首先有件暴女帐带 然后看到这个版本的 就是打架版本 他所有人都带着红品 他没有 就是只有打野 他这种的能回家的带着绿品 那现在要拼 拼的话 这个红品的回血量 还有他的那个 什么都要转一点 对 效果要好一点 是的 下路打了一波 蝴蝶的血量有点低 这一波是蝴蝶自己上去打的 对 这样的小兵多 对 这样的兵线推过去 但是圣跟EZ其实他们的反打能力也不错 哎 这边要遭遇了 我们看一下 遭遇了 人家是先 直接放了眼了 那两边应该是同时知道对方在这里 要偷眼 这里的话 月姿有压线吗 这个骚蝴是 仗着自己 整个状态比较好 老牛也过来 对 他敢那个时候去打一下F6的话 一定是中路压了兵线 然后下路可能辅助要游一波的 这个是骚蝴比较标准的一套套路 是的 他是非常喜欢这样做的 也很需要队友的一个保护 那他还是做到了 结果把他的鸟给偷掉了 对 朱妹已经是回家了 这一波是强行给你压力 因为刚才瑞兹在清完那波线以后 选择了一个阴影处回城 所以这个时候 朱妹不知道这个瑞兹进哪了 是的 则也不敢去 就看骚蜂能在野区 战斗都要便宜了 对 这个阵容还是比较依赖骚蜂在前期的发挥的 而且毕竟一开始先抢了 这个还是要打出 呼吸应该有的效果 Snake应该说这套阵容 其实前期的节奏是偏快的 因为像沙皇也好 娜尔也好 前期是他们的作战能力 比较依赖装备跟等级 是的 但Snake这边的话就不是那么的需求 诶 这边一套我们到了 见阵 打一套 但是Mako这边 铃铛也不敢摇了 然后拉了 见阵真的是 胜上去打一套 下来以后是满血 对 就是大家发现 圣这个英雄打辅助居然换血 是他的一大优势 对 再加上他的有一个大招的指引 下路的话两边打了个55开 还有这边是把石头人清掉 依赖上有个钱带 嗯 没字字 他只要偷到钱的就非常赚 对 对 人品还可以比较好的 人品再好一点 能开出来110块钱 还是钱带跟技能点两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 技能点这个 真的是打一场比赛 偷 他会甩大招 就是偷到那个技能点 踏着这边过来 这是一个比较 没有试验 反常规的一个路线 我们看到这边牛头跟 这也不要小心 可能没有发现 肾锯里要先手了 这边要打了要打了 我看 没有差一点点 没有穿得到 但是这边能打出一个被动 被动出来 但是蝴蝶这边一些交出转线 保护自己的鬼头 治疗一口 没有死 领导要甩出来了 要拿医学了 艾爆了 艾爆了 继续感到战口 但是骚伯自己这里 会不会咬死 一个残血 死掉 这边一个大混争 诸美也倒地 十两个这边有一个闪现 可以上来 而且不同说两边的支援好快 在下路快速地形成了一波5打5 5打5 最后打成了一个1换2 螳螂是想去游戏拿这个人头 但是被挂上了点火 对 这个人头让老牛拿到了 我觉得就 EDG还是稍微有点急 就是他们看到Crystal 因为第一个E 如果中的话 这个是必死的 肯定第一身 但是没有 其实Mako跟Han那个距离 非常的极限 我们一度都以为中了 但是没有中 然后艾不艾一个E技能上墙 又闪现上墙 不得不说蝴蝶 这个老牛也是处理得很强 是吧 唐狼向往下走 然后直接被闪现下 莱德瑞斯收掉 而不是是Mako收掉 这一波的话就是Sneak小转 对 看一下上路兵线 他们兵线两边应该是55开 这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Sneak前期的小技能 其实是比较厉害的 像娜尔 像这个猪妹沙皇是需要大几 哎 重量单身了吗 看一下龚龚 我这边亲一身 但是有用吗 招起士兵 啊 打出了一个护盾 还可以 Sneak这边是没有完成这波单杀 很关键 这一波又是 但是把瑞兹打回家了 表表立功了 但是这一波把瑞兹打回家了 然后中路这一波兵线再推进去的话 中路瑞兹还是亏力大国线 嗯 可以看到刚才那波团战 虽然Sneak赚到一个人头 但是他们所有招势都能交了 但是这个EDG它的中野的技能还是留的 对 闪现都在 如果他们现在想打团的话 就是小小野去小孟哥团战 还是EDG占点优势 是的 曹峰这边是想打断一下 他想打到回城 我觉得还不如把这波限制 想藏一下 哦 大树大树来了 老树大招都丢了 就是要打在你回城 杀是绝对杀不掉的 反正就是要恶心一下 但这个有点 很过分 有点太激进了 我说实话 你想大树放弃上路的兵线 走到下面放了一个大招 大树这个补刀是有点堪忧 因为他刚刚那波下去 是什么都没捞到 他是0-0的一个数据 纳尔反而是捞到一个助攻的 再加上大树现在一个补刀发育 就本身纳尔补刀就比你领先 对 本身你对线就打纳尔难打 然后再加上一波TP 没有捞到好处 这个时候Sneak的终也要站出来了 现在上路的话 大树有点自身难保 再加上没有TP 大树要经历一个发育期 而郭郭的话 刚才也是逃过一截 哈尔这边还没有到6 过来拿个篮 觉得中路斯高特也算是 在刚刚那一波里面 打出了一些压制的效果的 他跟纳尔的话 应该是把前面一些 小的人头的落后 这种烈势打回来了 是的 而且现在都知道 这个瑞斯是没有闪现的 没有闪现 没有秒表 因为朱妹马上就要到6了 很危险这个瑞斯鞋 对 车路斯也普一下 压得很强的寂静 到6级了 牛头的话反正只有4级 没两下 哎 这边中路要动了 看一下要达斯高特 斯高特进化 闪现全交 这一波 这一波搜封来得很及时啊 这一波逼出了对面的双招 是帮助中路的郭郭 减少了很大一票的压力 这一波很漂亮 很漂亮 要不然你想想看 朱妹已经到6级了 下一波朱妹来中路的话 这个瑞斯是很难跑的 要被闪现推回去 对 你只要被推回去就死了 然后你把闪现打掉了 哎 开开心心 我这样就中路 只要稍微注意一点 就没那么危险 嗯 而且现在如果真的轮到 中野打架的话 其实斯内克这边 还占点小优势 是 刚好是他们的时间段 对 因为骚风他现在有优势啊 骚风现在他的野区应该是 比较有主导权的 是的 哎 他们的技能是短平快 而 EDG这边的技能 都是比较依赖大招的 就 EDG这里打团更厉害 对 他们需要多人战斗 NAP的话是小技能 而且我看到EZ他没有第一剑补的女神类 嗯 他是直接做这个药光 对 直接做药光 他就是要打架的节奏 但是我们都知道 女神类这个东西你补的晚的话 那你成型的时间肯定会往后拖一点 会拖到25分钟左右 会显得中期特别霸力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他的影响 就这一波你如果出药光的话 那你对线是想打对线 你Q技能的伤害要高很多 就这可能是 比较符合小招的一个风格的 他好像不太喜欢那种稳住发育啊什么 他比较喜欢打架 他跟田野的性格应该是比较相契合的 觉得挺好 就是出声牛动无怕 就前面你卡丽丝塔压我 然后我回去 汤布药光过来 Q你 哎 这边朱美叫过来 这一波药光 来了 嘴大了 完了 亏助走位出现了大失误 这波走位失误太大了 直接被朱前滑的 他是往前滑的 是的 因为这一波只有牛头被开才有可能跑掉 对 因为卡丽丝塔毕竟已经到六了 而且这一波牛头还没有到六 那塔厦被强杀了 我觉得很尴尬 这个位置应该是走不掉了 趁他扛塔 但是卡丽丝塔毕竟然往后绕 但是卡丽丝塔毕竟然往后绕 对 因为卡丽丝也来了 这二打三有点打不过其实 想尝试一下 因为EZ跟那个Macon的状态特别差 EZ没拦了 对 但是这波要强上的话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这个时候不来管管中路啊 这个高的又刷起来了 对 这个中路已经刷起来了 直接回家做出了魔踪 是的 这边 女神类 直接度过了女神类这个阶段 直接做魔踪 太肥了吧 哇 就是震惊 艾波尔今天在比赛当中没有出女神类 10分钟直接摸出一个完整的魔踪 魔踪加耀光 嗯 这个已经是发育非常好 经济领先了很多基本都在下谷 对 就本身天赋在上人头嘛 对 两个人头加上本身天赋的一些加成 这一波两个人头的产生 直接打破了Smake的一个部署 其实汤姆是比较喜欢去围绕下路去打 因为卡丽丝到6之后 他们只有很大的强开能力 对 配合瑞兹也好 大叔的TP也好 但是这波被双杀了 这样的话这段时间 斯汀姆的下路可能要陷入被动 但是有一点 他们下路依然有主动进攻的机会 对 就虽然现在EZ很肥 但是你看下路招换之行都在 现在如果卡丽丝能够来配合一波的话 依然有寄生寄杀的机会 他们还是很想动下路 对 其他路的话动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下路能动 能把这个EZ的塔推了的话 斯汀姆的截斗立马起飞 是的 但是这一波的双杀 被斯汀姆的计划的部署造成了一些麻烦 是 不过下路这一波 就是打倒很多人 经济之后 就EZ很快成型 甚就可以到处游走 对 就不用管一个 因为他自保能力表 再有个几分钟就差不多了 是 像卡丽丝尔的装备 哎 这波上路要打了 抓上 E技能加一个闪现 跑了 直接二段位也跑掉 还是宝杀 现在其实进入到一个平稳器了 瑞兹这里也需要一定的装备 要不然现在瑞兹你说 他只能去配合自己本身的杀伤力不够 现在换了一下地图的视野 现在EZ对于下路的保护非常的到位 然后斯汀姆的主要的视野 也是布防在中野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在下路打架的话 可能打不过 中野的话 中上的话 可能圣海会要去 对 圣海有个大招来支 河道的视野又控下来 在龙这边 有一些小的飞模团战 主要是蜂龙啊 没什么兴趣 下路的视野 完全被EZ掌握起来了 就是MACON比较厉害的地方 他带着一名新的打野 你看视野布的是非常的好 对 下路完全掌控了 你现在瑞兹也好 螳螂也好 你没有机会倒下路来开车 把你最强的一路遏制住了 这个下路太夸张 然后我中上完全可以接受和你慢慢刷 对 我上路本来打你打出去就好打 然后我中路这里的话 刷起来后期也比你厉害 因为我手比你长 而且这边就是 EZ就想着在跟他们平稳 发育五分钟左右 是的 现在打完完全没有多少必要 所以就是地棋锋芒 把你的锋芒压制住 那现在下塔都要掉了 本来是Sneak这边前七十星星压的 然后正好被一波打野 抓了过之后 现在就略显得有点疲乏 是的 中路想推 我们看一下 这里要打起来了 郭郭郭 先勾引一下 困住 两边都在勾引 两边都在勾引 谁先死 没有到这边都倒地 看下 我发布 我就差一点点血 没有烫死 这一波的话 就想直接推 想把卡特克推进去 十来滴血吧 十来滴血 活下来了 关键是盛的嘲讽 和朱妹的这个猪头撞 都没有撞到 嗯 命大命大 两边我觉得都是命大 下路一定是单人啊 这波有危险 我们看一下 艾波 哎 闪现预判 蝴蝶这一波操作 想做一个预判 稍微快了一点点 快了一点点 先震到了 然后一队才跳上去的 对 这是一个预判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操作很很OK 因为你要敢于尝试这样的操作 才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 打出一定的效果 这一波如果打到了 就是一波秀 是 而且就是打到的话 凭借他俩的伤害 我感觉也是很难打的 就是扇还有大招 他直接飞过来一波 也是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 通Q的话 说不定也就是 保了一下 对 没让战争发生 说不定就是件好事 是 卡斯克现在是操作很急 直接闪 好先捆 没有大招 雷霆出来 保不下保不下 你看要放肾过来吗 放肾过来了 大树直接开大招捆 没有捆到 这一波剩还有操作 但是这个肾 哎 两边都在玩这种小 就是小心机啊 现在的操作一直捏着 大树的这个W也一直捏着 对 因为没捆还很聪明 他操作交了的话 他可能自己都要交闪现跑了 对 他知道这一波已经打不过了 因为那是没有怒气 没有闪现的一个状态 这一波是必死的 你给不给大家都要死 终于现在上路是 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啊 哇 现在EZ已经做出了摩切加冰拳 但是滑板切这边破坏的 好肥啊 而且他还有一个减cd鞋 对 15分钟 小招的话已经做出 自己的核心装备 上塔这边冰线没了 那应该是还能守得住吗 应该还守得住 但是如果不来人的话 这两个人心狠一点 就现在没有三个人去抓 这个EZ是搞不清楚的 对 绝对的 很多比赛里面 一个都是摩切加冰拳 冰拳他有蓝量也有并支撑 而且关键是有很大的生存能力 对 而且他的蓝量会转 为摩切转化成他的攻击力 对 也不比三相差 好 那叫风龙 下海虾还是风龙 主要死那个阵容手也短 手短阵容是更怕这种 是 扣克的EV 关键是 EZ已经成型了呀 而且一条风龙显得不是很厉害 但是风龙多了的话 开团会非常的强 对 关键你想想看 Snake这里是一个很厉害的开团阵容 对面如果有两条风龙 但其实你开团的难度上 就要增加很多了 对 现在骚风还是想在上路蹲一些人 因为上路的防御塔可以推掉了吧 现在上路的防御塔的血量非常的低 沙皇过来防守 你们已经看到了沙皇的动向 不过两边的视野布的确实都很好 Snake现在视野主要布防在上路 他们是很想动这个上塔的 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塔的经济 但是现在沙皇在上路 手真的是 一夫当关 万夫莫寒 明显都寄不来 现在沙皇跟EZ已经初步具备战斗能力了 是的 再往下拖的话 对CN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主要就是现在EDG如果抱起团栏 Snake其实是不好打的 17分钟 珍惜的领先只有一千块 也只有一座防御塔的钱 嗯 是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 就是从阵容的角度上来说 Snake这个阵容容错率更低 他们可能一波团战 一个细节没处理好 他们就打不过了 他们必须要打那种 非常完美的先手跟急火 对 就他们这种都是小技能的控制衔接 如果能秒到人的话 非常厉害 是的 但如果打拉扯的话 是EDG这个阵容的优势 对 下路螳螳螳螳 骚风还更喜欢 跟盛加哥做一些的配合联动 而且现在确实要欺负一下锐 对吧 锐这边纳尔是没有人去管他的 还很清楚啊 大树这一盘必须要肥起来 嗯 下路的塔应该是有了 这边下路的塔应该是放的直接 过来打一个下路先锋 拿到小谷的话就是稳一个塔 对 稳一个塔 就我下塔换下谷 换那个下谷先锋 对 只要是在抓你一个人情况下 骚哥下路下路 甚至能换掉两个塔 是的 趁骚哥倒是蛮肥的 他前面本来一波TP 前期的补刀是落后的 但是那一波抓人 这一波就把天界反超了 打断了一下瑞兹的回程 对 要换 然后才会先锋 看一下等一会怎么用 现在Sneak的节奏点 要转移到圣江哥身上了 他现在这个大树进场 是有点厉害的 爱他很聪明 是直接做到一个魔抗装美 这个魔抗装美 做回来就是不想跟你兑现了 嗯 他是要打端 打团的 打你沙皇跟猪妹的 对 这是要打团的 要不然你这个装备 面对一个黑切的纳尔 其实对线是挺难受的 猪妹是拿到 下午前锋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放 中路的塔 上路的塔都有机会 应该是可以放中路 上路塔 等一会儿利用自己阵容 手长的优势 在那边慢慢磨的优势 会更大 哎 又来了 螳螂也过来 螳螂这边有个草头 可以慢慢过来 螳螂也过来 开始直接电行 直接垫死了 直接垫死了 瞬间爆发开始高 哇 这瑞也是有点惨 呦 瑞现在的话 零杠二本来一开始对线是一个优势 这个 和上一把那个好像 我们一直说这种4-1英雄 4-1英雄 其实4-1的话 这个1必须要得到队友的一个拉扯跟支援 稍微给点支援 其实这一波到现在为止 没有什么来帮助上路 说过 大家没有丢到 没有丢到 看一下贝多拿马上打出来 瑞兹还有闪现 这波瑞兹很稳 非常稳 压住 螳螂在有点不敢打 但是这一波要打出来了 贝多出来 推回来 能不能跑到闪现 老杰一把一起来 一哥老杰倒地了 而且这边大数一赶过来 盛翔光现在进场是有点无敌的 但是娜尔也不活 赶过来先跳了一下 不过娜尔没有怒气 没有怒气 盛翔光这边往后拉了 达鲁技能躲了一下 这边又上了三个人 闪现Q 盛翔光 Q了三个人 这边要打了 华板鞋进场 妹会已经倒地了 哈尔这边的血量也不高 完了 这也要倒地 一个人 红度没有变起来 奎子这边要收割了 朱妹也要倒了 完了 这波斯泰光 刚好刷大楼 刚好刷大楼 斯泰光这一波 这都太完美了 这就是 盛翔光跟华板鞋一进场 局势立马发起了改变 而且老牛的两波 我觉得是一开始郭郭 郭郭他吃了很多技能 然后他没有死 主要郭跟老牛两个人 他们打了两三轮的技能 这个老牛两波的二连 都非常的稳 然后快速击杀掉了斯高特 其实斯高特这一波阵亡 我觉得是有点失误 就这个时候你看 纳尔下来跟大叔下来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面 对 就之前说的 这个版本的穿透特别厉害 好像就直接靠穿透 瞬间秒掉了黄姬 对 我看一下 哇这郭郭这个闪现太稳了吧 他跟黄姬就是 就是比谁的耐心更足 对 这波纳尔下来是没用的 关键是这一波还想打 大叔这个时候 坐后面做了一个拉伸 然后跟头再次紧张 推了这个三连 而且这波一个Q闪 也是减速到三个人 这波老牛跟大叔的一波联动 纳尔这个时候变大 只拍到了一个大叔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波太伤了 主要是Z一个一个人没死 还把刚好复活的一个大龙 给拿下来 是的 这个大龙时间年卡得太死了 像刚打完这波团 20分05秒 这大龙太 真太天命了 你发现在EZ的摩切 没有做出来之前 伤害不够 是全靠黄姬的 对 他伤害真的不够 黄姬 而且黄姬是第一个被螳螂斩掉 是的 被双分斩掉之后 他就显得全是空 但是没有伤害 对 正面的话 其实他们刚才 如果硬要撤的话 也要损失几个人 对 但是就在他们这个伤害 就是不是特别炸的情况下 把流浪和牛头全部打残 但是收不掉 对 全被技能保护住了 EZ这个时候伤害 真的还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流浪这边 也是一个偏肉的一个流浪 是的 特别的盾 很多盾 牛头也被花板鞋 扔回去 就很头疼 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黄姬 就是黄姬第一时间斩掉 稍分这波技能太重要了 是 就像刚才你们说的 这个现在打团 其实正面真的就靠浮够了 对 就是EZ是在旁边 补补伤害的那种 Score的第二件 直接出法车了 他看到这个大树的魔抗有点变态 再加上老牛直接做了个鸟队 这几波的话 就会有意地去防着这个螳螂 对 如果你不去防着螳螂的话 这几波就根本没得打 这边是把狭狗先锋有点硬 时间快到了应该是 被动的放出来了 被动放出来了 结果没办法 现在正面也接不了团 现在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发育 主要你现在中塔 沙皇的中塔没了 这整个的野区的视野 现在被Snake给压制过来了 现在所有的一塔都没了吧 上中下三路一塔全没了 一波小团队滚了一个超大的绝球 连续掉了大龙四个人头 加两个外塔吧应该是 你看经济瞬间滚大了 是 当然是本来是伊迪的一个小领先 对 这一波是毁灭型的一个打击 但是对于伊迪来说 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拖的 他们这个阵子能拖得下去 是的 他们现在需要以沙皇为核心 做一些防守 主要是纳尔这个点的作用 现在没有打出来 纳尔现在打得特别的憋屈 摩切好了 二十三分球 纳尔现在在正面两场 也没有大数有用 在在侧忆的话 带线也带不过 带不了线的 他现在带线 卡斯科一来 大树要强开 这边开到了 但是沙皇的大招放得不错 进化也解了 这边斯科的还是比较稳 但是这个二卡是肯定没了 这波四个人写大龙buff的一波推进 是的 而且现在沙皇的伤害明显有点不足 装备二十三分钟 大树加一个法权棒 主要是大树太肥了 对 一般大树没这么肥的 现在史莱克是想通过这条大楼 滚搭自己的经济领先 卡丽莎这边是做出一个水晶实战 为了防止对方朱妹 包括胜的一个开团 现在六千的一个经济领先 二十三分钟 其实很大的一个经济 是比较稳的了 比较稳了 现在就看一滴滴的这个沙皇能拖多久 这条风龙也可以去打掉 我没有见过像京东啊 像很多在对我凭借这个沙皇打手中 绝地反扑绝地翻盘 沙皇这个英雄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是的 一滴滴是控制比较多的 其实要是先手能空一手螳螂 看肾的一闪只也能空一螳螂 空一螳螂顺斩了就可以打 但是你看方朱妹打得很肥 他宁愿让中单去吃鸡呢 对 他永远不会露脸 他就在收割的时候 他这个刺客就是该我打的时候 就是你们技能全放肥的时候 我进场一定是要死人的 沙皇这盘打得好 打得好 他把圣江哥给养肥了你发现 对 前面圣江哥是很被动的 两三波搞了两三波上路 把娜尔给打废了 让我想到上一场主战 那个圣江哥也是也是沙皇给养肥的 所以我说斯内克现在这个上演 他们穿一条裤子的 真的是穿一条裤子 很多螳螂他都是进去卖自己的大招 对 就是吃几个技能隐身 然后躲几个技能 但其实这个时候 你没有二次进场的能力 对 然后你就发现 别人打完你之后 你残血进不了场了 对 这个稍等就是等我们在中单 哥哥死了之后 就是死不死都无所谓 我能切死 你只要我抓住一个 你对面技能的空挡期 我再进场 我能发挥一个 我刺客的一个本事就可以 是的 现在EDG的话 正面上稍微有一点显得被动了 怎么办 只能脱 现在ED的装备很好 三年好 是 不过对于EDG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我觉得就是 其实Nake这个阵容不太好上高 是攻不进来的 还有个杀王 对 他们这个阵容 又来了 没这么过分吧 有点过分 对 这把就对于ED来说 其实其他地方还好 就最伤的就是 给纳尔的作用没打出来 是 本来初期纳尔在对线期 其实是蛮有优势的 因为你想他们 第一时间的第一波支援 对吧 纳尔也捞了个助攻呢 他们在BP上面 其实为纳尔做了很多准备 办了青钢羽 对吧 办了奥恩 办了那个吸血鬼 对 就为了拿这么一手纳尔 然后这盘纳尔 还被这个 螳螂一直搞 对 所以在BP上的准备 完全泡汤了 而且我觉得 EZ的这个优势期 他是在EZ即将到来 优势期的时候 打了一波团 然后现在优势期来了 他整个队伍 没有办法再去 和对面打团了 所以EZ的作用 很有可能也会得到 一个很大的弱化 然后黄基哥们又说了 他现在 哎呦 哇 我的天啊 好像伤害是 你真的有点 只要出一个电刑 纳尔就快死了 对 因为现在卡斯克什么 肥啊 三个人头 四个助攻 他现在装备已经碾压你了 装备碾压的话 就不要不要考虑别的了 对吧 但他知道剩有大招 还不愿意去跟 就把你打回家 出了个小金极甲 老牛 老牛这边被连到 有大招 有大招解的空 大招直接解出妹的大 漂亮 双方的阵容 一般都是三个肉 包两个输出 对 这样的话就显着 Sneak这边可能更肉一点 嗯 看着老牛可能会太大招 但肾到后面就不行了 对 老牛的话是天然肉 肾的话 你得追求自己的见阵放得好 对 肾就是到后期 就中后期 就一个见阵 就顶多两秒 对 现在意义就不是那么大 对 牛头可以打两套控制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于 牛头进去一波二连 可以走不了 肾一波一 肾一进去 出不来了 就出不来了 现在Sneak好像要打得更加主动一点 因为大拢快刷新了 把整个 风光的霸野 对 蓝马夫驱的这个视野全部不完 而且他们经济这个也拉得非常的快 嗯 就趁一条龙之间又拉开很多境界 对 因为防御塔拿的嘛 拿的比较多嘛 对 三线直接是一个5比1的防御塔 这个 然后这边第三线直接莫生了一个其实之识 骚吾在侧翼做一个侦察的作用 不过下路的兵线看一下 还行 对于伊地来说还行 但是这里只要打了 这个也是没有排掉的 对 只能说伊地现在有的脱 但是优势肯定还在哪个是一边的声音 沈阳高尚要开了 这边艾包是直接逼出了一个水银 不过闪现上来 开胜 没口没口已经打了 好肉啊 这个前面太肉打不动 这边还能丢出来 又打到两个人 击飞两个人 赶紧发生圆盘 发满了毛 这里又是一个拔毛 再死一个 一波双杀 还能在接吗 三杀 双C位跑到二塔后面 但是这个大龙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终于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个终于刮 没有刮到 因为后面已经有小兵来给砍他吸血了 实在太肉了 这个大龙就没有了 两边的前排不在一个量级上面 我的天 我刚才这个看到一些打断事件 这螳螂是 我很注意螳螂 跟这边绕过去 螳螂是死子盯住沙皇 而沙皇士兵就不敢议一下 对 你只要赶A市民我就可以挠你 因为沙皇没有和队友 哎 这一波 要夺命吗 孙子一博 长五号到了 有机会 郭郭郭 有精神 没死 但是卡茲克进场了 大龙摔下来 稳稳的 把药 Mako那边可能要倒了 刚复活的Mako 哇 这个时候没办法 骚痕还在侧 一直在骚扰对方的后排 这一波等于说是死了四个人 Mako是死亡两次 然后再加上一条大龙 这场比赛已经是比较难打回来 比较难 沙皇现在没有地方打钱 而且就像刚才桑兰说的 沙皇现在打团的时候 没有输出空间 刚才是正面四个人 沙皇在侧翼想隔墙来A 但是卡茲克一出现 这个时候沙皇只能往后跑 卡茲克也不交技能就盯着你 你多会儿交技能 我会儿不过去咬你 是的 太扫了 而且这个流浪这几波精神 也卖得非常的好 对 这一波又是流浪用自己的精神 去吸引你过来 这是第一波团啊 这是第一波团 直接流浪闪天上去 盯住了这个Mako Mako直接被秒 然后卡茲克在旁边 然后这个沙皇就不敢输出 对 放个太阳圆盘 然后沙皇继续绕过来 搞这个沙皇 对 就是让你不敢输出啊 本来沙皇在太阳圆盘底下 应该是可以放两个沙边AA的 对 但他整场下来好像没有A几下 现在前排坦不住 现在Snake的前排太肉了 限制住了你 唯一的一个强力的输出点 对 然后去杀你的前排 感觉Snake这一招B7封王用的好啊 阵容 经济 经济 经济现在已经拉开了 11000 11000这个经济差距太大了 从这种来讲的话 现在对于ED来说 机会也是越来越小了 因为现在经济实在 差距太大了 而且周辈现在还没有复活 大龙Buff也 这波大龙Buff上高 看沙皇能不能守得住了 这个有点难嘛 这个大龙Buff还有三分之二座 还有一半多的持续时间 这个两边牵扯的话 应该是至少掉一路高地吧 我要现在对于ED来说 最伤的是 他们赖以成名的团战 几波团战都没有打赢 是的 所以你看ED的 他们的比赛方式就是 运营团战获胜 对 但是这一盘他们几波团战 特别是两波秒 这个郭郭都遭了大众了 是的 这一场比赛 郭郭打得真的好 他一次没撕你感谢 一次没撕 他每次都被集火 而且他每次都骗到人头 对 这个人还很稳 他每次都是撕血 我一个金蝉脱下溜了 现在已经两场男球了 就第一场就是说 已经滚了个大雪球了 对 这一条男球可能叫电竞胜势了 在装备拉锯的很大 这边是小戴冰吗 戴冰过来 戴冰过来强行破 配合大叔的大招 捆住了一个牛头 这个时候应该不上 因为是个猪妹 对 只要野户拆塔就可以了 拆塔拆了就走 不想打拆走 好 破掉一路 那这个时候 大量buff区域时间 还有1分之1左右 就没什么必要了 拿一场火龙 这个时候 Snake已经是优势比较大了 现在Snake还是打优势运营了呀 优势运营了 他把这个 这个整体的阵容 把揮到最大 打出他们的特点很厉害 而且现在最尴尬的一点就是 我觉得EDG 你看他们这边所有人的装备 没有一个人成型的 对 都是你想 中路这边直接纳斯加加反善杖 是没办法了 这样出的 然后EZ这种英雄 在这个版本里面也是 你这套装备 我觉得最起码5分钟之前就要有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现在正面打团 伤害啊 坦度啊 完全不够 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是 就看他的正是装备还行 那一看Snake这边都是四件套的 对 你看吧 Snake里面每个人 除了这个野斧 其他人都是四件套 是的 四件套基本上领先一地这边 双C位每个人一个大劲儿的 对 所以现在再加上老牛 跟大叔一个天然坦度 而且纳尔一直是我认为 这盘比较失败的一个点 拿出来以后 直接被对方疯狂的针对一番 然后现在是没有作用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 就是上野 Snake这场比赛是 完全战胜一滴技术 对 Snake这把上野的优势 把上野优势完全打了出来 因为在下路前期被动的情况下 上野站了出来 上野打飞了 然后中单去卖 对 对 是 然后双C收割 但你不得不说 这个中单打的真的 挺稳的 心思比较细 就这个郭郭 我看他比赛真的 这个人很少犯那种很愚蠢的失误 是的 他打的度比较好 他很稳 我不该慢了 我跑了 然后我技能好了 我又打个盾回来 对 这个让 这个ED这边就很烦 这个残血 我好想踩这个残血 但是它是个瑞兹 它又不是那种传统的法式 非常脆 而且EZ又不具备那种的 就是强行进场收割的 对 而且他们这个伤害 其实都是一个线性输出 都是一下一下一下 没有那个超级爆发 对 Snaik哥这个东西是短平快 这边要四个人坐车了 要打上路 直接强行拆塔 哇 带超级名过来拆塔 带超级名过来拆塔 Snaik哥现在指挥也是很绝啊 不合你打架 突然就想起了刚才那个英雄麦克风 现在盛强哥是站出来 跟所有人说稳一点的那个人 这盛强哥成熟了 打完熟了 破三路 其他两路兵线吃不消的 对 现在是破两路嘛 但是DW已经没了 所以可以回家 补充一轮装备 然后再进行推进那个人的话 DW其实正面已经很难挡住了 就算现在强开到 刘浪也不能秒到 他还有精神 而且自身很多 是 还有女神的那个大天使 大天使 确实Snaik把这道阵容的一些优点 我觉得发挥了出来 他妈也在托你摸刀 好 唐浪那边还很稳 武素鞋卖了 换了个忍者足距 对 就是每个点都打不掉 这个 怎么要进化了 骚粉不骚了 骚粉现在 这玩的这么稳重 他盯着你 你来输出 他主要是 对 这个很骚真的 他这个唐浪是打游击打侦察的 这个侦察唐浪打得真的好 就是很多 见到的很多唐浪都是想进来跟你一换一就是转 换着你的 C位就是转 对 但其实那种唐浪就没有这种唐浪有威力 这种唐浪就盯着你的AP不让你输出 你敢说出就打你 也不咬你 反正就打你 这流浪现在超肥 这流浪 说真的我感觉比他们家这个 上的肉一点 这流浪卖着卖着 卖成了全场最肥的那个人 我们在上楼把兵线处理一下 现在就是Snake也打得很有耐心 因为第三条大楼马上就要刷新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把兵线处理好 然后轻松拿了一条大楼 利用这个大楼马上再去做推进 而且中路的水晶应该是也快活了吧 对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就然后稳稳的再破掉水晶 然后再把三路搞掉 我现在对于Edy来说 他们确实也很需要时间 还在等男爵 他们处理得非常的稳 这个太稳了 就是命运不攻你的架路 我要打男爵 对 就我兵线处理的这个过程 已经是可以让你有一段时间出不来了 这个男爵Edy应该要让 很多队伍打得比较暴躁 就是说打着男爵直接攻下 然后就会反打一套 然后对方抢男爵 那就是一个分盘点 因为是有一个分盘点 但是他不给EdyGJ粉的分盘点 对机会 就有资源我就吃 吃了就走 大树还在正面带线 把兵线一直把握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这个男爵EdyG必须放的 没办法再去抢一手了 那这个时候拿到了大龙Buff 破两路标的 开始带下 这中路水晶应该是快了吧 过去把中路水晶再拆 然后转下路 可以131 或者113带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有大龙Buff 好 中路水晶活了 看一下他们怎么处理 先把下路的兵线处理一下 三路兵线齐推 把大龙Buff的优势最大化 这蜘蛛也很肉啊 还有什么盾 再闻一手就是把三个水晶推掉 我再拿一条龙 我再推一下门牙 这个是更稳的一个 主要不是远古龙 他下一条不是远古龙 如果是远古龙的话这样 下一条是火龙吗 刚才没有注意 这个不一定 看不出来是吧 不一定 等会看一下 左上角我看一下 左上角我看一下 像是火龙的头像 就感觉比较霸气 对 但他红色的 他不能是条水红吧 要准备推了 要准备推了 这个时候沙皇首塔 真的得亏是个沙皇 是 如果说中路双方中单换一下的话 那这局已经没什么机会 中路裸露的水晶 那个绝对先拆这个水晶 先拆水晶 不打架 可以看到沙皇的战队 就是没有助攻 没有人头 但是沙皇现在装备也起来了呀 装备现在有帽子 加上一个大面具 你看打前排已经是彰显威力了 沙皇是绝对有战斗力的 但这个时候瑞士刚好变大 所以说要等纳尔变小了以后 再发起下一轮 是圆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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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稳 是圆古龙 那是圆古龙就这个太稳 就是说 现在其实双方的伤害都能跟得上 万一有一个 小失误吧 他们可能还 不会太难受 要是有大失误的话 就会被EDD抓 EDD现在由于防御塔推得太少 就是现在 CNK有一波巨大的失误 没有大龙 没有圆古龙的情况 对 也不太可能被一波 好像应该是不会被一波的 你看中路一塔 中路和上路的一塔都在 这个你想带过去是有点难的 不准之马 卖掉了他的公司装 他在他的家里面 曾哥 做了一个防具 他做复活就要决一死战了 这个是要配合圆古龙一波了 对 大龙 圆古龙 双龙 打一波决胜的 双龙会加上 中单 中亚 自己这边有一个守护天使 中单也是六神 AD也是六神 我觉得他们不会一波 他们会先拿33水晶 会磨 对 磨掉你三个水晶 然后用六个超级兵去磨你的门鸭塔 就看ED这边怎么守了 这边先绝对做两个路来下路拆 没有带到冰 没有带到冰 这一波有一点小失误 但是瑞兹好强 这两个人直接打了个法车 把i-boy的血量直接残了 那的话ED要回家补给 中路水晶直接没了 中路这里的话是三个人 纳尔刚好变大 这一波还不好说 因为有一个太阳圆盘 纳尔刚好变大 这一波足够撑到EZ回来 我的老天 这个流浪直接打出一个爆发的Q 一队就残废掉了 对 不能让摸到 他只能在远处 老树直接开大招 开大招掩抵护队友拆 破塔 而且还绑到了一个沙皇 看这边大招逢过来 要开对王的沙皇 沙皇这边直接交出了一个闪现 沙皇已经没有状态了 Maker那边是逃掉 但是没有免得任何的人 剩下一个残血 救赎加一口 这边郭郭在前面一滴三 而且上路的水晶也可以顺时拆掉 沙皇一定要回家补给吗 夏皇就估计回来了 但是这关还是打不了 一闪 要杀过郭郭郭郭次兵吗 有金身 有金身 但是又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要死 沙皇这边推却一下保护自己的后排 忠美晶倒地了 瑞兹也是被伊蒂拿的一个杀当 瑞兹这边在追击 胡亭能跑刚刚吗 可以再杀一个 打张开到 你在Q一下 你的A一下 直接收回Doublekill 那张的话是一波一换二 但是ETG的中上两路的水晶又再次被拆掉 是的 但是这边也看出来 就是还是ETG这个阵容真的打到这种大后期 他哪怕这么大的劣势 他居然都有一战之力 真的是这个阵容还可以 要不然早缴械了 有这么一个小失误点 就是刚才流浪开车没有带去小兵 对 没有带过去小兵 带去小兵的话 他们下打可能就不拔掉了 会抹掉三个五 刚才那个局面是因为我没有小兵 所以说你打我我得马上跑 如果有小兵的话 说不定直接对着你EZ卤一套 EZ这个时候就直接回去了 这一波是双龙会 也只是破掉了两个 刚才已经破掉了水晶 看到ETG这边处理得非常的好 他选择放弃的资源 但是他会自己在高地上慢慢的 把装备拉回来 还是沙皇第一时间没有把沙皇秒掉 沙皇是直接交了个DF2连跑掉了 因为刚开始的话 老牛是想直接开这个沙皇 沙皇马上漏神装了 接下来就很快 接下来这个 就经济的优劣是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下一波团战还秒不了沙皇 或者破不了三路高地的话 真的可能会演变成一个膀胱局的 是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的螳螂很难在高地上 再限制住沙皇 因为高地的那个门牙塔有点探索 直接被沙皇推到门牙塔下的话 可能会直接被推死 对 你的Snake像一鼓作气 但这个时候的话 大龙还有一分半 应该是处理一下兵线 处理一下兵线寻找机会 没有好的机会 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次拿一波大龙 咱就还得拿 不拿大龙的话 这个逼死的太快了 对 因为沙皇打兵实在太快了 对 这两刀 两刀死一片 而且这一波大龙马虎如果拿下来的话 将会是 我觉得威力比刚才一波要强 因为现在是两路被破 上一场 上一波大龙马虎拿下以后 两路水晶复活 对吧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要么就打时间差 先把这个下路的塔拔了 这不有机会 下路的兵线能不能带上去 沙皇又回来了 沙皇做出了最后一届装备 中亚 这个时候沙皇 完全体的沙皇 完全体 虽然说没有人头 但他现在 参见的这一滴技 540个兵 最恐怖的存在 这沙皇太猛了 他因为水晶都掉了 他一个人在吃两部兵 他刷了540个兵 他有狂刷 这个时候一滴技也很明白 大家得拿 要给沙皇刷起来 得拿大龙 他们除了斩掉沙皇 还有一套 就是慢慢抹 只能抹 他跟沙皇正面刚的话 因为沙皇的持育输出 是超级爆发的 是的 现在就是两条路 要么就是团战秒沙皇 要么就是大龙 慢慢抹这个 现在20多秒 25秒 大龙就要刷新了 没有大龙的话 是绝对上不了高低 那个回家 所有人更新了一轮装备 这个时候装备真的是已经到头了 42分钟的比赛 对 就是现在就是前期的优势力 也是已经无所谓了 对 就是看一波 一波就算死在高地上 也很有可能死 那可能这边还有一次机会 是 但是 EDG要是完全没有机会了 这波大龙EDG还是选择 还是放 因为下不了高地 还是放 沙皇现在最忌惮的 就是在野区被对方直接绕后击杀 是的 他只要在高地 至少自己的屁股是有保障的 嗯 实在比较还能丢个盘子嘛 对 直准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我不去跟你抢您 但是我 防止我的损失更大 对 我们将看到很多烈士 别人打大龙强行去打 强行去抢 然后把队友强死两个被一波了 对 EDG现在做的策略也是最正确的 反正我就是稳住最后一路高地 虽然说落后1万2的经济 但这真的是不算什么了 我觉得 黄基永远不出高地 只要出高地就会被投狼告 对 他们现在就是让你跟我打团 抓你的失误 现在两边真的都不容有事 这已经到了 打了这么久 这已经是最关键的时间了 哦 哎卡子哥这一波 留住 但是正面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边还要骚扰 骚扰很聪明 肯定要骚扰 下路直接上来了 凯伏也是直接一过来 能不能粘住 沙狂过去伤害很爆炸 蝴蝶直接吸了过来 郭郭也是往前一步 逼走对方的双C 是的 康朗在上路继续带 现在要把大龙buff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中国的兵线没人带了 九叔赶紧加一头 大招逼出来 朱妹也是大招 防守一下 两边都在拉扯 这时候把盘开起来啊 都在拉扯 又没有兵线了 现在是纳尔去单线对一个卡斯克 其实纳尔去对卡斯克的话 那个那边还比较转的 因为纳尔打团子 中文才打了 对 就是限制住他们一个团战主力 然后呢就是 又是守到了中路的水晶 又复活了 这盘还游得打 只要Skog的存活在战场上 一切都有悬念 都有机会 而且上一波团战Skog 这边胜过来要宰这个Skog Skog现在有闪现 有闪闪走了 一闪 没有中 没有中 Skog那边很灵活 这个团狼特别的 但是纳尔去到了野区 这会不会是Skog的一个机会 因为 但是这一波 现在就吸收了很大的伤害 看一下 一滴的双子眼进场 Mako可能要先倒了 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 这边Skog在隔墙输出 Mako已经倒地了 强保护了自己的方法 剩下的杀猴 要杀杀猴了 杀猴要秒了 完了 这就是Skog 等待的机会 一波零环舞 Skog的Crystal 戴力Skog要结束对方了 这一波又是Skog在正面的一个勾引 勾引到了对方 纳尔以及剩两个人的注意力 哇 这就是Skog一直在等待 一直要下高地 我的老天鹅 还是初期 还是初期烈士太大了 这个 其实是能守住的 不出野区 不出高地 不在野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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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团狼 这个团狼挑了好几个闪现 真的是太骚了 只要把对方勾引出来了 对 当时就感觉那对Skog来说 其实是一个机会 虽然他们团狼当时没有战斗力 但是只要出野区 你看大树 你看老牛 他们两个人就是围绕你的沙豪 沙豪在空中下不来 对 沙豪和EZ这两个点 在那种情况之下 没有什么好的输出环境 他主要是地形 不利于他作战啊 是 如果在高地上 持续在攻两波的话 对 把三个水晶全守住 说明还是有机会一波的 是的 你在高地至少你的后方是泉水 是你的这个主宝对吧 现在拼就是谁着急 对 就是EDG有点着急 先杀了狼狼 如果说不着急慢慢跟你好 但其实刚才 草狼那个位置真的也很极限 也很危险 是用一个一闪上去 想要流出螳螂的 没有 没有嘲讽到 对 他如果嘲讽到的话 肯定是草狼先死 草狼先死之后 他们整个的压力应该会少很多 这场比赛说实话 打得非常的精彩 还是很精彩的 Snake真的是一步一步的 从刚才那场比赛里面 感觉有成长了许多 把他们整个的优势点 发挥到了一个更极致的地方 而且现在Snake 就是相较于以前 我们印象中的Snake 他们的优势级打得更好 对 以前我们印象Snake 他们优势级劣势级的话 其实都是一样的打法 就是比较的乱 但是你看这一把的话 他们在中期一波团战 应该是零换四 还是得把那个大龙拿下之后 他们连续拿两条三条 然后包括后面的远古龙 处理的感觉很流畅 对 就是他们拿到了第一波优势之后 其实他们后续的一些东西 完全在做一个进攻方 该做的东西 包括你看他们几波上高地 我们一直在说 Ede有机会 但是其实Snake 也没有给你机会 Snake 他们每一波上高地 每一波的推进进攻 都没有犯太多的错误 我觉得这是Snake 之所以赢下第一场比赛一个原因 而且其实真的是得益于这个阵容 如果不是沙皇这样的一个阵容 手长的阵容的话 其实这么大的优势 你想一万多的优势 在30分钟的时候 早就被推平了 是 对吧 可是沙皇手打手太厉害 就是在野区打打不了 野区打打不了 野区打的话 那些小技能各种控制 沙皇没有输出空间 被骚粉的小头狼带到野区了 对 这场比赛真的 骚粉包括像骚男说的 中度那一波团战 其实对于沙皇来说 是一个很安稳的输出环境 我隔墙输出嘛 对吧 那这把我觉得 他们还是赢在一个上瘾 前期你看下路 下路其实被对方打了一波 不给我郭郭记忆攻吗 郭郭其实打得也很棒 真的打得很棒 然后下路的组合 打的也没什么问题 你想第一波下路组合 是直接被月塔强行杀掉两个人的 然后他们依然稳住了 在团战里面打出了该有的效果 对吧 但是反观EDG这一边的话 同样他们在逆风局的时候 也做了很多次 很蛮强 对吧 这也是一直以来 一个风格 是的 我们看一下数据 哇 这个艾布艾和Scout伤害打得很高 伤害打得真是高啊 因为这个前排嘛 一直在吸收伤害 这两根手也长 对 看不太轻啊 多少伤害 反正就是挺高的那个管子 有五八千六千 最后MAP是给到了中路的郭郭 卖得好卖得好 这真的是卖得好 因为几波关键的团 如果说郭郭先被击杀掉 或者说他没有让 就是勾引的那么深 主要还是第一波关键团 他太稳了 他稳到了 沙皇先被秒 然后他给溜了 就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你缺少爆发 对 就你这边的英雄缺少爆发 你就没有办法再去 这个主要是郭郭这几波之多 我们还没有说 对 给到了后期的几波尽头 对 车开的也是比较溜的 就你想想看 你一个EZ 你一个沙皇 你怎么爆发嘛 看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沙皇在这个位置 特别尴尬 感觉推了一下 没办法 因为对方都有闪现 又是一个Q闪 老牛过来 哎呀这好难受 都受不了 就在空中被打死 这把也是几波团战的那种Q闪 留到对方的关键人 是的 然后老牛跟上 前排也是比较硬了 你看说这场比赛 Snake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那也是EDG 在本斯德曼西亚杯上尝到了手败 这真的是手败啊 而且最有意思的在于 把这个Snake打到败者组的也是EDG 那是一个2比0 所以这场决赛 还将会有非常多好看的地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看出发的第二场效果